新年到了,各位女士,見長輩那時候 怎麼都要霸妝才能人見人愛石爛褲蓋 香港著名心理學家年俊博士 就和大家過兩趟了 新年的女士們 回到家很久沒見的時候 化妝化得很厲害 在化妝上面的顏色 有沒有一些提醒 令到別人見到你的時候 眼前一兩日之外又不會太誇張 眼前一兩日真的很重要 新年內不見 但是平時你的親戚朋友見到你沒有化妝 千萬不要把雙顏色放在上面 因為真的會嚇壞人 不要當自己的臉是一個顏色 那應該怎樣 我們說紅橙黃的新型顏色 我們不要亂放上去 另外極端地 藍色、深色、綠色、紫色 都不要放上去 新年的時候真的不太適合 是呀,見家長也要端妝點好 好,你也知道的啦 家裡的主婦是比較傳統的 你化了五十六感 真是不知道怎麼說你好 鮮艷的顏色你又不可以放 冷的顏色你又不可以放 那化什麼妝呢 啊 最重要是中間的顏色 中間可能是粉色的系列 又或者是化了沒有化的那些 Nood妝呢 那些就適合了 即是說呢 化了等於沒有化 但又令到它漂亮了 這些境界很高深 那那些所謂的粉色變成粉 例如你少許的粉藍、粉紅 那些也可以的 粉橙也可以 新年的時候會有少許正面 開心的顏色 如果在顏色的心理學裡面來說呢 譬如粉色給到 別人會覺得女士會柔情一點呢 會是舒服一點的感覺 因為如果有很強硬那些呢 譬如說很黑的黑色 很藍的藍色 又或者閃粉的眼那些 可能會覺得 嘩,味道很重啊 所以未必有柔和的效果 不同行業 有自己不同的專屬顏色 就讓我們聽一下 廉進博士是怎麼說的 那有沒有說什麼行業的人會好些 這不是說我做 對不同的客人有不同的顏色的建議呢 當然如果你說我們做一些高檔一點的 那你不會是很鮮艷的 因為我們說鮮艷的 是快餐店用的 快餐店用的 所以你看到那些很出名的快餐店 都是紅橙黃的顏色 沒錯 令到他所有的都很興奮 他不想找你 他不想買東西吃 一想買東西吃 但是那些高檔東西呢 高檔東西你想他坐內一點 扭內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它的裝修比較淡淡 柔和一點 令到客人可以坐內裡舒服 例如是灰色 藍色 深啡色 那些都適合用的 白色也可以的 但你不能全白 因為全白 我們會有一點不舒服的感覺 看得下 覺得自己很冷 很不開心 都會有一點影響 新年流流上班 穿什麼顏色的衣服 會精神一點 或者會好一點 你都說新年流流 精神一點當然是紅橙黃 明明是餐餐都紅色的 紅當然不可以 尤其是穿制服的 那些 可能你放一些食物 可能是 心口掛的心口針 那些 令到顏色鮮嚴 大家都會聰神一點 這些三年的布置 是必不可笑的 但是在家居白衣室裡面 怎樣才可以令到家裡和和睦目目呢 今天我們就請來了 香港著名心理學博士連俊 但是我們拆解一下 怎樣的家居白衣室 才可以幫助到家居的光系 一起撈撈 家居是每個街坊停留最長的地方 所以大致家居的裝身設計 對到家居白衣 家居顏色 都會對家居和家居人 有很大的心理影響作用 什麼色的沙發會令人覺得 你現在很軟粒粒的 軟粒粒 軟粒當然有些黏的顏色 可能是橙色 紅色那些顏色 會軟粒粒 很熱的 那些心式沙發是否要拆掉呢 心式沙發其實可以放一些 亮粒粒粒粒粒粒粒 放一些小洞 放進去後可以 即是可以換新的沙發 新年可以換新的沙發 沙發就如說了 在窗簾布方面 有沒有什麼顏色的窗簾布 會令家居光亮一點 或者是保持著一種失足的感覺 我們說是淺色的 或者是粉色的 可能是橙色的黃色 粉色的粉色的 但那些全部都可以令到你家裡好像光猛烈 其他譬如用的玻璃碟碟 有沒有什麼建議的新年代? 新年代就可以用金邊的 因為見到的時候都覺得自己好像風雨 不如我們覺得金是生年裡面有黃金、富裕的東西 所以會有少少正面的效果 哦,原來橙色黃色這些戀直系的東西 由於街坊家庭和睦 而淡綠色的窗簾 更加之會令人心情開樂一點 心情舒緩一點 而金色的玻璃碟碟 不單有風修、滿滿的感覺 捧着這碗吃飯 都覺得自己令人家富貴、滿滿的 那如果家的地板是很沉悶的心情 那才會剷地板、勘克勒托火 這麼大工程,很麻煩的哦 其實不可以每次都剷勾 就是跟你說的 例如地下那樣,那會是地板什麼 地毯有沒有什麼同步 或者是那些可以令到有些玩力的呢? 哦,如果你說客廳、飯廳那些 其實真的怎樣都沒有所謂 因為那裏是起居、很生活的 但如果是睡房或是雪房就要留意一下 如果太花洞洞,你的程序太波動 可能在你的溫習或是工作上 甚至睡覺,如果太興奮就睡不著 睡房太興奮就不良好 有什麼顏色會比較好呢? 可能是沉默一點的顏色 可能是深色一點的 那些所有的深色系列都可以的 那如果夫妻威風落,那不是興奮得如何呢? 如果夫妻威風落,你應該看不到地板的顏色 嗯,眼裡只有龍房 怎樣佈置,才是最不可能溫興和諧 特別在新年期間 和滿眼紅湯堂的咖哩咖客廳區分開來 其實都很有講究 新年流流,不要說那麼多 想今年製作一個皮皮白白的嬰兒 兩夫妻當然要在房間裡有些程調 有沒有什麼顏色的程調 會令到呢,特別容易呢 即是…即是… 即是…即是… 一般呢,我們都覺得是浪漫的 粉紅色,紫色,對不對? 那些都可以的 但我會覺得你是酒花的伴侶 她平時喜歡什麼顏色呢? 你就用什麼顏色去佈置就可以了 譬如做一個… 如果顏色自己看不順眼 就算再輕再流行都好 日對夜對心情哪會好呢? 那難道要有和諧的夫妻生活 就一定要這麼大工程 將整個牆場全部游過了? 可以換的有哪些東西呢? 好,床單,浸扣 然後你的睡衣 睡衣 是 那有沒有說… 譬如說給一些顏色 譬如說藍色 去過來 我想給別人感覺到 很老實的 中心呢,有沒有什麼顏色的內衣褲 會幫到嗎? 最重要是穿什麼呢? 就是穿老婆買給你的內衣褲 沒有,穿老婆買給你的內衣褲 沒有,穿老婆買給你 穿老婆買給你的內衣褲 不要突然搞一些東西出來 讓老婆說你做什麼 那,如果是… 除了內衣褲啦 沈頭啦 有沒有一些… 即是… 說話的技巧可以… 給我們… 技巧呢? 恭喜發神那些就不需要這樣了? 是的 七年流流 老婆,恭喜發神 好嗎? 就好了 現在怎樣呢? 我愛你那些是永恆的 聽完阿蓮博士說之後呢 可能聽到那些紅色內衣又會選擇科啦 不過我們可以通過蓮花顏色的搭配 達到相同效果 就等我們心理專家蓮博士 和我們過花量超線 其實有沒有什麼蓮花的顏色呢? 是會令到房子 喜喜悅悅一些 或者是感覺上是身體健康一些的呢? 如果喜喜悅悅 一定要是桃花啊 或者是鮮色的 例如紅色、橙色那些花 就會令到整個氣氛會高漲一點 是的 除了有人在家裡 探望長輩相信都是不少的 戴著兩蔬椒當然不行啦 一份包裝得體的禮物都很重要的 怎才可以深得未來奶奶歡喜? 我們都是請教一下蓮博士啦 除了一個禮物的最重要之外呢 那盒的包裝 我知道藝人很喜歡用很多粉色 即是桃園仔 有哪一種被人驚喜 或者是 嘩!你真的很訟詞我 很端莊的顏色呢? 因為我們有時候 這些包裝 這些大的公司 會包到它 用一些皺紙啊 黑色啊 白色啊 深色那些呢? 其實新年也不太對的 所以希望改一些 顏色試驗一些的 有些是用一些金鮮 銀鮮 那些會有新年的感覺 那除了試驗之外 有些不同的 我們可以想想 可不可以 可能是金錢 葫蘆啊 新年一定是有的 那些就OK 原來玻璃都OK 把什麼棉花呢? 都這麼有講究 相信看完提示之後 你也有搞到一個 又漂亮又適合自己的棉花 今年也特別是 我們從一個 科學的角度 去研究一下 究竟我們如何 保持我們 來年的 做人處事的 一些好的狀態 即是如果我是一個 姑娘仔 我想來年 更加春風滿面 做人 都很受朋友歡迎 我有些什麼 顏色的衣服 會比較好 那最重要是開心 我覺得新年是吧 橙色的衣服 我們說暖色的衣服 例如紅色 橙色 黃色的衣服 是可以的 還有之前流行的 冰冰 其實都沒有所謂 冰冰 就是 原來是這樣 年博士給大家的提示是 女士不妨穿多些 橙色黃色的衣服 可以給人色景向上的感覺 真是可以拉高不少分數 港元女士 如果想來年 像林峯一樣 愛情事業良得意 就等阿年博士 過回來幾招 新年來說 你不喜歡紅色橙色的衣服 就可能有些 淺色一點的藍色 或者是淺色一點的綠色 就不要默綠 不要深藍 那種比較難的顏色 比較難的 即是太膚 小朋友方面 有沒有說哪些顏色會好一點 小朋友什麼顏色都無所謂 他喜歡選什麼顏色 你就讓他選 即是說他選到他開心的衣服 其實他日開心就不得了 沒錯 因為你逼他穿這衣服 他不喜歡哭就更麻煩 總之最重要是開心 沒錯 其實深藥專家都建議 那些想紅的演員 記得合適 什麼顏色搭什麼顏色 不喜歡 嗯